央行这一波打炒房 大家说可能会影响到 这个继承族 或者是有换物需求的民众 我们要请教廷豪 他现在要设这个排除条款了吗 排除条款 值得观察 因为过去打一步 后来退两步 会很担心 排除条款会不会导致 短期内市场的卖压完全解除呢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你说投资客的卖压 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涌现 我们过去当然会担心 可是大家也知道 老实说从今年四月五月六月开始 你那种投资客 其实你早就已经借不到 第二户第三户了 银行早就已经在进行内控了 所以市场上现在移到的 另外一个问题 就来自于继承和换物族 现在面临的难关 继承是怎么样 就有很多人 他可能是南部老家 他可能继承了一套房 或者跟兄弟姐妹一套房 可能是两个产权 但是他长期在台北 工作这个时候 他决定要买房的话 很抱歉 就算第二房了 不是心情 第二户现在贷款多少 五成 只剩五成 人生要买自己的第一间房子 还要先跟兄弟姐妹商量好 这个老家该怎么解决 才能够买 所以这是遇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部分 我们也了解到说 因为现在在第一户当中 或者说如果名下已经有房 即便没有贷款 你都无法申请宽限期 那的确也会造成一些问题 那再来是属于换屋的部分 换屋我们过去跟投资 并分享过 有些人不是现在要换屋 他是两三年前就已经决定要换屋了 可是现在遇到贷款的问题 怎么说呢 两三年前 他可能二零年 二一年买了一套预售屋 那个时候他自己有一套城屋 那现在呢 本来预估要带七成的 到便带六成 到现在只能带五成 他瞬间多了两成的资金 要拿来付 没有这么多的钱 于是呢 他就必须要立即的 马上的赶快把第一户给卖掉 可是大家也知道 自从这一波央行 第七波信用管制以后 市场成交量是急缩 中股市场瞬间买盘缩手了 所以这个时候换屋族 他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难关 就是他找不出 那两成的资金该怎么办 所以如果央行 是从这两个角度 来做思维的话 稍微有所退让 感觉都可以理解 可是说真的 市场上最担心的 也就是这个换屋和继承 所造成的卖压风潮 所以呢 换句话说 有没有可能造成 本来预估房地产市场 会在第四季 有显著松动的 随着央行的转弯 瞬间卖压就减轻一点点了 那再来 我们也观察到 最近有很多人观察到 你像很多大龄的夫妻 也照就长期的买盘开始退去 所以你说央行这一波的 第七波信用管制以后 虽然有可能在继承和换屋 层面有所让步 可是它到底 有没有可能形成房价的松动 现在几乎在学界 在实务界 有明显共识的 就是大坪数的 或者是高总价的中股屋 是一定会受到冲击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不只是 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聊到 大坪数 因为现在并没有 新经安的买盘支撑 那另外一方面 大龄夫妻的购物需求 也会造成大坪数被市场抛售 局来说 第一个我们观察到 现在全台六都的初婚 和生育年龄 都在大幅延后当中 第一个遇到的问题 就是少子化的问题 由于你可能生育年龄 已经过了 打算就不升 干脆把钱 提供给自己 有一个更优良的退休环境 它坪数会越买越小 没错 所以如果 如果以主要生育年龄来看 你看台北市的部分 已经来到34.3岁了 老实说已经有点晚了 而且每个月的房贷负担是6.5万 这说明什么事情 小宅化的趋势是难以转捩的 那也代表着 如果接下来 即便真实有换屋需求 大概也可能是 从原本的两房 换成小三房 但是如果是过往 我们看到的三房 或者大四房 五房的话 可能都会受到 非常显著的卖压 换句话说 虽然在短期内 房价不一定会有 显著的松动 可是长期来看 的确高总价 大频数 都会是长期流动性的问题 好 我们先休息 想要稍微来看到 在今年上半年 台湾是一度发生了 这个00940之乱 那么现在包括 00940跟00939 都还是处在 这个破发的情况 不过在最近 939被大家说 感觉上有点像是黑马了 我们稍后来关心 感谢观看